今天現場那麼多媒體朋友來捧場 我們等一下在儀式進行過後 會有非常多的時間 讓大家可以再進一步的仔細細步的拍照 非常感謝 我們先給和佳穎一個熱情的掌聲好嗎 感謝擺盤當中衝過來我們的現場 來 佳穎可以被捧到我們舞台的正中間 跟大家好好來聊一聊 佳穎最近又有新作品推出了 不過你經常到處拍戲 對於空屋這個話題應該是比較有感觸吧 因為你拍戲經常在外景也蠻多的 那空屋對於你的生活或工作已經有些影響了嗎 有 其實工作的時候 尤其是工作感覺到空氣忽然特別的深刻 這麼說 因為有時候去到一些車子比較多的地方 車子比較多 或是附近剛好有工廠 或是說剛好在很密閉的空間裡面拍攝的時候 都可以感覺到皮膚會有一些反應 沒事的部分 就是現在很密閉的地區 你怎麼會走在一起 你 dribb堂